本地最新的调查显示 我国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 在9个亚洲国家当中 年轻患者的比例最高 这项由亚洲糖尿病基金会 展开的调查为期两年 多达300名来自我国、泰国、中国 和菲律宾等国家的病患 参与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本地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中 每10个人就有3人在40岁以前患病 这些年轻的患者 比年长患者面对更多的问题 包括了设施糖分缺乏控制 胆固醇和血压过高 医生指出 卫生科学局去年批准的一种新药物 能有效地帮助这些病患降低血糖 医生也表示新的药物结合了多种的药物成分 只需要一剂的分量就能有效地控制病人的血糖 在这之前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需要服用多种药物才有疗效 目前本地共有将近50万人患有第二型糖尿病